起初科学家们认为阿波菲斯不太可能撞上地球 但最近的观测发现 这颗狡猾的小行星正在悄悄地加速 就像突然被安装了小型助推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04年6月 一个潜伏在太空深处的访客 悄然进入了天文学家的视野 当时这个宽达340米 距离1.7亿公里的岩石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然而随着进一步的分析 情况逐渐变得紧张 科学家们计算出阿波菲斯 在2029年撞击地球的概率 竟高达37分之一 要知道这可是迄今为止 针对大型小行星所计算出的最高撞击概率 这不禁联想到白俄基默契的那场浩劫 希克·苏鲁伯小行星的撞击 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因此它被赋予了阿波菲斯这个象征着混乱 黑暗与毁灭的名字 仿佛它的到来注定将带来一场 前所未有的危机与不安 研究人员估计 阿波菲斯撞击地球时 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沙皇炸弹威力的18倍 沙皇炸弹是人类历史上 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能释放约5000万吨TNT的荡量 换句话说阿波菲斯的撞击 相当于9亿顿TNT 这足以摧毁城市 改变地貌 甚至引发全球气候变化 令人欣慰的是 全球顶尖的科学家 正在为这场潜在的灾难做准备 NAS的探测任务已经启程 准备近距离研究这颗小行星 阿波菲斯在未来几十年内 多次接近地球 尤其是2036年和2068年 最近时离地球只剩下 三万一千公里 几乎低于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 届时全球数十亿人 将有机会亲眼目睹它的飞行 这种近距离飞略千年难遇 部分天文学家担心 这么近的距离可能会改变小行星的轨道 增加2036年撞击地球的几率 至于2036年会不会撞击地球 主要取决于它在2029年掠过地球的时候 有没有穿过一个被称为引力所眼的区域 2021年3月 阿波菲斯远距离掠过地球 天文学家利用强大的雷达观测 对它绕太阳的轨道进行了精确修正 经过当时最新分析 科学家确信在未来100年内 阿波菲斯不会对地球构成重大威胁 然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亚尔科夫斯基效应 这是指小行星与太阳辐射之间的微妙相互作用 随着阳光照射 旋转的小行星在白天的一面加热 而夜晚的一面增冷却并释放热量 这个过程产生的微小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改变小行星的轨道方向 增加其不确定性 更让人难受的是 亚尔科夫斯基效应无法被精准建模 科学家们只能推测轨道的可能变化 一旦阿波菲斯穿过引力所眼 地球的引力可能会向宇宙中的隐形推手 直接改变其未来的轨迹 令撞击风险大幅增加 天文学家始终不敢掉以轻心 其轨迹正受到严密监控 雷达测量显示 阿波菲斯的确在慢慢跑偏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 2068年它可能会真的撞上来 虽然几率不高 但谁也不敢说完全没事 所以未来50年 地球可能还得小心 提防的这位不速之客 为了消除阿波菲斯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24年7月 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将其航天器奥西里斯雷克斯重新定向 目标直指着颗神秘的小行星 伴随着新任务的到来 航天器被正式更名为奥西里斯阿佩克斯 该探测器自2016年9月发射以来 已经完成了对小行星被弄的探测任务 探测器在2018年成功进入贝奴的轨道 并在2020年采集了约250克的小行星样本 这个样本舱于2023年9月安全降落在犹他州的沙漠中 随后被送往NAS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进行分析 随着2029年4月13日 阿博菲斯近距离飞略地球 奥西里斯阿佩克斯将利用地球的引力加速 顺势进入阿博菲斯的轨道 开始为期18个月的详细探测任务 尽管这次任务不涉及样本采集 但探测器将会近距离接触小行星的表面 使用其推进器 揭开这颗小行星的四表层奥秘 进一步揭示其物理和化学结构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太空访客 此外探测器还将对阿博菲斯表面 进行为期一年的详细绘图 看看它跟地球的引力互动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除了画地图 探测器还会精确测量阿博菲斯的轨迹变化 这对预测它未来的走向大有帮助 目前科学家对小行星的预测 直到2116年 但通过奥西里斯·阿佩克斯的眼睛 这一时间将大大向前推进 当然探索阿博菲斯的并不仅仅是NAS一家的使命 例如韩国团队计划在2027年发射探测器 赶在2029年阿博菲斯飞略地球之前抵达 此外 阿博菲斯探路者等探测计划 也准备在2025至2026年间启动 争取抢先一窥这颗神秘小行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